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说现在房子贵 房子越来越难买 也越来越难负担 但是你有想过吗 如果现在的房价真的高到买不起 为什么房价还是没掉呢 为什么在华盛顿州 会有76个现金买家在抢一栋房子呢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 在房价堆高的同时 是不是其实大部分的人 也都比以前更有钱 更有能力买贵的房子了呢 大家好 我是Edan那个卖房子的小镇 那这一阵子呢 忙着当新手爸爸 已经有好久没有在镜头面前 跟大家聊房产了 那很感谢这一段期间 还有持续关注小镇频道的朋友们 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在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那在这个频道呢 我会定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 南加州漂亮的房子新房 也会像今天一样 跟大家聊聊美国房市的动态哦 那如果你是对南加州的房产有兴趣的话 麻烦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打我的电话 那我的LINE一般会在 这边哦 去年10月的时候小镇有拍过一段视频 就是即使房价变高 但是因为利率变低的关系 其实房价并没有变得更难负担哦 其实小镇一直说的 就是房价跟负担能力 其实并不一定是成正比哦 这个视频就是要拿来跟大家讨论 经过去年房市风涨之后呢 今年2021年第一季度的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买房的负担能力 我们现在到哪里 是不是跟媒体所说的 现在大家都买不起房子了呢 还有也要跟大家分享 在加州买一栋中间价位的房子 现在必须要有多少的收入 现在买一栋这样子价位的房子 每个月你要掏多少钱出来养一栋房子 那在最后也会跟大家看看 在过往的时候 在加州的买房负担能力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跟现在差很多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在上一次房市崩盘之前呢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在多少左右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担心 下一次的房市泡沫了呢 首先我先来讲一下 我们拿来衡量买房负担能力的指数 HAI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那这代表什么呢 简单的来说 这个数字代表说在特定的一个区域 有多少比例的家庭负担得了当地的中间价位房价 这个数字越低就代表说 现在房价远超过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那相反的 数字越高就代表说 越多人能负担一个中间价位的房价 在今年加州第一季度的时候 独栋别墅中间价位的房价是落在 724,490 那在加州有多少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一栋这样子的房子呢 答案是27% 所以今年第一个季度的时候 HAI这个指数它是27% 那如果我们拿去年2020年同季度的数字来比的话呢 它是有下降的 去年第一季的时候HAI是在35% 所以在去年一年高涨房价之后 的确是有影响到买家的负担能力 但是只是看去年数字还不太能让大家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我稍后会拿过往的10年20年的HAI指数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这个图表是Historic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就是过去10年20年30年这个买房负担能力历年来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边加州现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是27% 刚刚像刚刚说的27% 洛杉矶是25% 接下来再去看其他的线呈现 ORANGE COUNTY那边的房子就真的是比较贵一点 只有到20%那Riverside是36% 跟San Bernardino45% 也就是说那边的房子比较便宜 那边的居民赚的钱差不多36% 45%的人有办法买得起当地中间价位的房子 OK好那今天我们就讲整个加州 我们就focus在整个加州 那这个27%到底是低还是高 还是其实就跟前几年一样是正常发挥 我们就看 比较一下 我们之前在19年17年18年我们这 14年甚至好14年开始来算好了 14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都差不多是在30 到20几% 都算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 我们到19年 看3031 2726 所以第一季的27% 小镇竟不会太担心说是不是房子已经贵到大家买不起了 好接下来小镇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历史有时候是会重现的 那我们就关心一下 上一次08年 房市崩盘之前 这个数字到底是高到什么地步 我们必须要担心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这图表是从2006年 06年差不多是在 上一次周期的这个房市高点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 2021年 我们只是27% 跟前几年比起来都差不多是在 水平以内 那我们上一次 房市崩盘之前 2006年的第1季度到07年都保持在 10几% 这边差不多是 11 12%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全加州差不多只有 11 12%的人买得起 你当时中间价位的房子 那27%跟10几%其实都还有一段差距 我们现在还不需要 过度的惊慌 即将考虑要买房的人会很好奇说 现在一般要买一栋中间价位的 独栋别墅 也就是一栋 美金72万的房子 你的年收入大概要多少 答案是 你至少要有 131200的年收入 才有办法符合资格 拿20%的投款来贷款 买一个这样子价位的房子 如果是以利率3.08来算的话 你每个月的月供 差不多会是 差不多会是 3280块 这个数字是包括 利息、本金、保险还有地税 小镇刚刚说的是 独立屋方面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Condo或Townhouse 这一方面的 住宅负担能力 在今年第1季度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40% 跟去年同期相比 去年是44% 也是 也是有一点点的下滑 在今年第1个季度 在加州买一个中间价位的 CondoTownhouse 差不多是要花 535,000 要买这样的房子 你每年的报税 差不多是要在 97,600块 你的月供呢 就会差不多落在 2400市场 好,接下来小镇来总结一下 现在有很多家庭 其实是在疫情过后 变得比疫情之前更富有 为什么呢 因为有房子的人 什么都不用做 房屋禁止 就 多了 差不多20% 去年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 你去年一年的开销 也都是少了 非常的多 还有很多人 其实去年在家里 没事 有很多也开始玩股票 如果去年 你有把钱放在股市里面的话 你闭着眼睛 买什么 其实 到现在都是赚钱的 那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 买房的人 动不动就有 大笔的 投款来买房 其实这一点我卖房的经济 都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一栋房子会有 二三十个买家 那他们都要提供他们资金证明 有很多买家的 投款实力 都是非常坚强的 我曾经在合提线要卖一栋 50万的房子 那时候有三四十个买家 出offer 要买这一栋房 光是全现金买家 我就有五个 那剩下有50% 40% 也都是非常的多 而且他们都是像你 像我这样子的老百姓 不是什么大公司 或者是什么集团 要收购房子 OK好 小镇今天就讲到这边 希望你喜欢今天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觉得不错的话按个赞 所以这样子YouTube会推我的视频给更多人看 好那小镇就下一次再跟你们见面喔 Bye